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言 第二十六章 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 都不相宜 愚昧人得尊荣 也是如此 麻雀往来 燕子翻飞 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 鞭子是为打马 背头是为乐驴 形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借愚昧人守寄信的 是砍断自己的脚 自受损害 鞋子的脚空存无用 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 将尊荣给愚昧人的 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 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 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 顾愚昧人的 与顾过路人的 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愚昧人行愚妄事 行了又行 就如狗 转过来吃他所吐的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懒惰人说 道上有猛狮 街上有壮狮 门在枢纽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项口撤回 也以为牢法 懒惰人看自己 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过路被视激动 管理不甘己的征镜 好像人揪住狗耳 人欺凌邻舍却说 我岂不是戏耍吗 他就向疯狗的人 抛植火把 利剑 与杀人的兵器 火缺了柴 就必熄灭 无人传舌 征镜便止息 好征镜的人 山货争端 就如雨火加炭 火上加柴一样 传舌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伸入人的心腹 火热的嘴 坚饿的心 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怨恨人的用嘴粉饰 心里却藏着诡诈 他用甜言蜜语 你不可信他 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 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 他的邪恶必在汇中显露 挖陷坑的 自己必吊在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虚晃的蛇 恨他所压伤的人 谄媚的口 败坏人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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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